嗨,大家好,我是Waze频道的Yuki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黑客帝国》第二部 一个温馨的夜晚,男主从噩梦中醒来 画面一转,黑鬼就来到了安全的地方 还带领着男主一群人来到虚拟的秘密基地 也得知现实世界的人类基地 西安被机器人发现了,便要攻打他 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收到消息 来到了秘密基地,但三两下就被男主打倒了 回到了现实世界,来到了西安 黑鬼因为擅自行动,触犯了法规 所以被指挥官叫回去办公室说话了一番 和医员刚好来到帮忙黑鬼说话 所以黑鬼逃过了一劫 到了晚上,医员招救了所有人 那时就邀请到黑鬼上台致辞 让众人知道机器人即将攻打西安 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都获得胜利 所以大家都没把他当回事 看我庆祝了一番 但平均的夜晚,有两个人类去到了清理世界做任务 一个人回到现实世界,第二个人想回去的时候 但遇见了特工 这个特工已经不是电脑的杀毒软件 而是变种为蓄力世界的病毒 而且这个病毒就好像我们电脑病毒一样 可以不断的复制 病毒就把倒霉男复制成自己 并回到了现实世界 黑一亮,男主一群人就赶紧坐山飞船 离开了西安 中途遇见倒霉男,打算偷袭男主 刚巧有人来找男主,男主就逃过了一劫 也得知先知想找他,所以男主跟着指示 来到了一处像唐人街的虚拟世界 只见到了一位功夫男 功夫男一见到男主,就跟着男主切磋无意 知道男主的实力后 两人来到了一处公园,见到了先知 并直告诉男主 只要找到所将就能化解西安的危机 一说完病毒就找男主算旧账 并企图复制病毒到男主身上 但男主是救世主,所以病毒还是失败了 病毒知道平均艺人是打不赢男主的 所以不断派出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 此时,超级电脑特工透过刺关群众看到了这一切 就来到了此处 但被病毒发现了不到几秒的时间 特工也变成了病毒 当病毒派到200人 男主不想再跟他玩了,就飞到了天空 而病毒不会飞,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男主飞走了 地安的高官也在开会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战争 男主跟着先知的提示 找到把所将关照的色鬼 但色鬼透过所将才有现在的荣华富贵 所以时的不放人 但色鬼看中了美丽如花的美女 又不顾他身旁的女人的感受 给美女下了春样的蛋糕吃 然后跟他放飞了自我 男主一群人谈判无果 走了不远 遇到受不了色鬼花心的嫂子 所以带上男主一群人来到色鬼的长生之地 并把所将放了 鬼透过小弟知道了此事 赶紧赶了过来 所将一箭撞赶紧逃 而男主留下来阻止色鬼的手下追赶 所以手下只好开枪向他们射去 但男主会动手 子弹就完全停在半空中 并掉了下来 手下看见像对男主毫发无伤 只好带上武器就跟男主搏斗 男主已经学会舌八般武艺 轻而易举就把色鬼手下都解决了 色鬼见状赶紧利用小订单的任意门逃走了 色鬼还有个得利双胞胎部下 追着所将来到一闪门前 所将随手一打开 就来到了停车场 但要关门时 双胞胎弟弟徒手阻止了任意门关上 女主就开枪向双胞胎弟弟手射去 但弟弟竟然无所畏惧 双胞胎哥哥顺序变成灵体 穿越了过来停车场 女主还被双胞胎哥哥逮到了机会抓住了 黑鬼为了救女主 只好让双胞胎弟弟进到停车场 可也趁双胞胎哥哥毫无防备向他开了一枪 但是双胞胎哥哥反应很快 变成灵体躲开了子弹 左将也没闲着 利用开手的技能偷了一辆车 然后女主开车 而黑鬼掩护他们并成功逃走了 男主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停车场门口 但要进到门口时 被双胞胎关上了任意门 所以男主无法穿越 只好从偏远的古堡 飞过来跟大火会合 女主一群人逃走不久 双胞胎又驾车坠了上来 这时也因为双胞胎开枪乱射 惊动了特工 所以瞬间变成三方人马混战 首先双胞胎弟弟逮到机会 飞上了女主的车 黑鬼只好跟他引战 特工也不敢示弱 也用了一跳跳上了车 再大力的把车顶掀开 黑鬼只好开枪射向特工 特工开关时的把所有子弹避开 而女主知道打不过特工 急速刹车让特工失去了重力 从车上飞了出去 黑鬼也拿到无视刀 插向双胞胎弟弟 为了保命 双胞胎弟弟变成灵体 并摔出了车外 东和双胞胎还是对女主一群人 重追不舍 但是特工在追逐中出了车祸 暂时出局了 而女主的车已经严重到 无法继续前进 但是双胞胎差不多追了上来 黑鬼只好留下对付双胞胎 而女主带上锁匠继续逃离 双胞胎车指引到 黑鬼翻个身 回一会刀 又把车选反了 并对准邮箱开枪扫射 把双胞胎连轮带车 一起轰炸出局了 而女主跳上运输魔朵的卡车 锁匠成功接走一辆魔朵 就飞速远离是非之地 但很快的被特工发现 利用大卡车 想让女主变成煎饼 女主试破特工计划 只好抄着反方向前进 这时特工又附胜到吃瓜群众 女主把锁匠托给黑鬼保护 自己作诱而引开特工 没想到特工的目标是要杀死锁匠 所以来到黑鬼的身边扭打起来 黑鬼的实力还是输给特工 套余伙伴及时支援 还是成功的解决特工 通打架可以输 锁匠却一定要死 附胜到两两大卡车的司机 迎面一撞 把黑鬼和锁匠都撞飞了 男主及时飞到 把装飞的黑鬼和锁匠一起救了回来 把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之后黑鬼和伙伴一伙商讨接下来对策 黑女的任务是炸毁和关闭发电厂 黑鬼就带着男主 透过锁匠打开了虚拟世界的开源入口 人类才能得到胜利 如果打开开源的入口 没有切断电源就会引起大爆炸 在准备进行计划时 男主梦见女主会死去 所以就阻止女主去试拟世界帮忙 女主只好听男主的话 留在了现实世界 行动开始了 黑女先炸毁了发电厂 备用电池又启动了 此时男主一群人遇到了病毒 再要跟他扭打了起来 黑女找到了控制室 打算关掉备用电池 但在现实世界 被霸找于机器人发现了 并破坏了他们的飞船 所以黑女一群人就领了盒饭 女主见状 只好孤身一人来到了控制室 关掉备用电池 从这里开始 遇到了特工 只好边逃边应付特工 而锁匠也刚好找到了开源门 并打开就叫男主过来 锁匠关门时 不小心被病毒射伤 给了男主锁匙 锁匠就领了盒饭 男主就打开开源锥中的门 发现区里世界的开发者 时开发者知道 区里世界是最完美的 只是会出现一些爆 就像男主就是其中一个爆 男主出现之前 就已经有六个像男主的人出现了 但开发者知道他们的选择 所以现实西安 更加快的被机器人发现并破坏 开发者一说完 就给男主两散门选择 一就向电脑重启 西安暂时获得了暗铃 二就是现在救回女主 男主毫不犹豫选择自私的想法 选了第二闪门 而女主被特工逼得无路可退 只要从高楼跳下 但特工还是穷追不舍 还是开枪射中了女主的要害 女主差点落地身亡时 被急速飞烂的男主救了回来 然后隔空用手 把女主体内的子弹拿出 女主还是领了盒饭 男主隔空按一按心脏 盒饭丢掉 女主就复活了 回到了太空船 男主在现实世界拥有了心灵感应 直到八爪鱼机器人会炸回太空船 所以赶紧叫各位逃走 逃到不远处 太空船就被炸了 当八爪鱼机器人来检查时 发现了男主他们 男主拥有超能力 挥一挥手就把八爪鱼机器人垫毁 远处的汉末号刚好经过 把男主一起带回了太空船 最后男主引来了机器人的战争 故事就此结束